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真可惜你来迟了一点 没有看到我狮子吼的威力 我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事 你这次让我回来是为了训练 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训练给我 如果没有的话 我不想在这里浪费光阴 你在这里待着休息不好吗 我不想在这里休息 这里不错的 你不愿意留在这里 不行 如果没有训练的话 我要离开 你这么想离开这儿 对 好 那么你的训练马上开始 跟我来吧 进去吧 什么意思 动手吧 这是我给你新的训练 你给我这样的人叫我怎么训练 他们个个武功不高 没有还手之力 我没有办法训练 除非你杀了他们 要不然的话 他们会跟你一直打下去的 你也不要想把他们打晕了 他们已经吃了我特殊的一种药 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动手吧 要不然要不然他们会跟你一直进行到底 你不杀无素鸡之类的人 你不杀人家 人家就会杀你 什么时候学会这么仁慈 仁慈 会夺走你的性命的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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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中文字幕提供 你干什么 我 我在帮你疗伤 你连这三个人都打不过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我们不能心慈手软 尤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感情的人 连这三个人都打不过 以后你怎么执行任务 这不一样 刚才只不过是训练而已 执行任务的时候 当然不能手软 不过我们在战场上 碰到的不是敌人 是朋友 甚至是爱人 甚至是爱人 他们要阻止你的话 你怎么办 要换成从前 你会毫不犹豫地说杀了他们 果然是变的 我没有变 我只是成熟了 我不会再杀无辜的人 要杀 我只是杀那些该杀的人 干嘛这行的 没有谁是该杀谁是不该杀的 我们只有接到命令顺从命令 谁跟我们争论 谁跟我们作对 我们就要干掉谁 也许有一天 我阻止了你的任务 你也阻止了我的任务 我们也会相互残杀的 我们希望今天的事情 在以后发生 你也是该吃解药的时候了 到我的房间去拿解药吧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你先在这里 是不是很漂亮 这些画都是我用杀完人之后的血画成的 只可惜这血的颜色不能保持很长的时间 过一段时间呢 就会显得很暗淡 所以我要不停地杀人 这样才能画出更好的漂亮的画 这是你的血 等一下我会画一幅画给你 解药呢 再过两天您就要去武当山了 你去过呢 那里有一个太虚观 张军宝是在武当山的太虚观里创建了一个武当派 听说在江湖上的名声还不小 还要开一个什么武人大柜 现在正在查一个大宋的公主 必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另有同谋 知道了 记住要小心 我这里不需要再画你的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住要小心